在於他們在製作期對於排練室的使用這一塊 其實還會滿安心穩定的 因為你也知道市區有一些比較大的空間 它其實是基本上是沒有檔期的 所以你要花很多心力或者是非常不確定 然後讓演員或劇組每天東奔西跑的 那我覺得這對人力對他們的精神都是一種好處 我覺得最大的改變就是說成員 不管是舞者還是行政他們比較專心 現在在七一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儲藏室 有辦公室然後又可以有一個小的儲藏室 所以你很方便你要在這邊練團的時候 你直接東西就可以拿出來了 變成這樣奔波 所以我來講最方便是這個 這邊的團隊其實也滿多 不管是戲劇或是舞蹈 你也會因此認識一些朋友或藝術家 然後看了一些你平常不會看的演出 我覺得這樣的交流跟合作 某種程度是滿好的 整個台北市應該要有很多這種空間才對 讓年輕的藝術家有很便宜的空間 可以讓他去創作 我覺得這個空間特別好的地方是它的地緣的關係 因為它跟打鐵劍很近 那我們做裝置很多都需要鐵劍木劍 我們有點像是一個高度整合的一個工作的一個方法 那這個地方其實很便利 在進駐之前 女性影展已經做出了一個名聲了 所以很多人都非常需要 就是他們需要來詢問關於就是女性導演的研究 女性議題 性別議題的研究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這樣的空間才是讓觀眾或是市民 他們可以找到我們的方式 在這個空間其實我們會有不定期的一些小的活動跟演出 對 所以其實會讓這個社區知道我們的進駐 然後知道這麼一個籃館的團體在裡面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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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